AICP 5175是一把摩洛克風格的東方刀 來源不明 在沒有跟他共生綁定的人吃臥時 AICP 5175不會表現出異常能力 AICP 5175與凶者綁定的標準 取決於AICP 5175之一的決斷和個人偏好 AICP 5175之一是一個自稱為12世紀日本武士的意識體 當AICP 5175被其主人手持時 AICP 5175之一會作為一個活動虛體影像出現 懸浮於刀的上方或附近 AICP 5175之一的物理外形 是一具穿着黑紫色動腕鎧甲的人類骷髏 AICP 5175之一的外形輪廓一直散發著黑物 與刀本身產生的武器類似 AICP 5175之一能夠與其主人交流 無論有言語障礙 同樣的主人也可以理解AICP 5175之一的話語 儘管他所用的語言是12世紀日本方言 AICP 5175之一可以與物理物體發生互動 也能使用AICP 5175攻擊 當被其主人所持 AICP 5175可以通過切割 將任何形式的生命從基準現實中移除 這個效應也可以對沒有物理存在的非實質個體作用 一旦刺穿目標 刀上會開始散發一種黑色煙霧 黑物會將目標包裹 使目標收拾不見 根據AICP 5175之一提供的資訊 AICP 5175的受害者 會被送往一個未知的超維度空間 一般將其稱為為救靈魂之域 遺落困難之地 以及 Kanashi Ringo no Akuma no Ryuki 大致翻譯為給惡人的惡魔領域 目前與AICP 5175綁定的人是POI-3445 POI-3445是賓夕法尼亞州斯克蘭頓居民Damián POI-3445原本是在購物中心工作了8年的保安 POI-3445沒有表現出任何異常特質 但被視為對修容及把控SCP 5175而言不可或缺 因為他是SCP 5175之一唯一願意保持配合的人員 POI-3445最後被基金會招募 以用來處理SCP JA SCP JA是一種具有敵意 虛體的幻影存在 外形是有角的人形 以每天15個人的速度增加 並且對所有一般用於消滅類似實體的武器 具有異常的抵抗力 所有的適用方法也都失敗 除此之外 沒有其他獨特的異常性質 在POI-3445與SCP 5175的幫助下 基金會成功將實體數量從27375 削減到14000 ASCP 820是一個定向能量武器 由一個經過改造的普羅米修斯實驗室人工智慧 加了極操控 武器的主體外形類似多極線圈破擊炮 但是在前部安裝有一個衛星天線 後部經改造後 接在一個大型半球型儀器上 拆開此儀器的嘗試未能成功 在該儀器的後部安裝有一個螢幕和電腦終端 AI能通過電腦終端接受使用者指令並進行回饋 螢幕上一直顯示著 對世界磨出一個隨機目標的即時衛星監控影像 之外目標都被發現是異常 ASCP 820殲滅其目標的方式 是通過一系列複雜且看似無關的事件 至少每24小時一次 螢幕上會顯示 開火、天空區域30秒 之後一道藍光會從漸圈砲上射出 之後ASCP 820將鎖定新目標 在開火後的24小時內 目標必定會被一系列草合事件 構成的非線性系統的終點 通稱胡鐵效應殺死 此時ASCP 820會再次開火 在目標被鎖定後 所有破壞或癱瘓SCP 820的嘗試都沒有成功 在對目標死亡的事後調查中 目擊者證詞總是提到 看見一隻穿著短袖上衣的黑猩猩出現 影像紀錄和SCP 820死亡事件事後法醫調查 均證實沒有這樣的黑猩猩存在 這是由非線性系統造成的一種感知錯覺 構成非線性系統的巧合事件本身必無異常 從冰上滑倒到購買咳嗽藥不等 但要完全重現此類事件則耗時冗長 難度巨大 且需調動大量資源 控制SCP 820的人工智慧自身是印度神話中的迦勒記 線圈砲被他稱為編入天軸 被他殺害的異常是孫雅瓦蒂 主要在印度末世論中描述的魔鬼 而出現的星星則是不能擺脫俗世欲求者的妄念 SCP 820最初是在58號目標被消滅後 於在印度瓦拉納西附近一座廢棄的普羅密修斯實驗室設施中被發現 SCP 2406是一台高93公尺 重約210公噸的自動化機械巨像 研究顯示SCP 2406並不具備感知 根據駕駛室內160個不同的閥門和槓桿分析 需要至少6名人員操作才能運轉 其四肢的控制應用了氣動力學、液壓、發條 並且以一個位於軀幹的核反應爐作為動力 SCP 2406大部分由合金製成 合金有75%到80%的銅 15%到20%的鑫 以及小比例的鑷、鉗和鐵組成 使得它呈現青銅色的外觀 它的軀幹後側刻有愛情數字的酒 說明SCP 2406可能不是一個獨一無二存在 但是目前為止它是基金會唯一已知的個體 而軀幹前方雕刻著一個非寫石的鐵錘和鐵針 它的右臂配備了一個連接到20800公升水箱的噴嘴 化學測試顯示內部有松樹脂、虛腦油、生石灰、零化鈣、核流等物質殘留 推測是被稱為希臘火的古代燃燒武器 左臂蘇被從SCP 2406上扯下 並且沒有被修復 SCP 2406目前因受損而失去戰鬥能力 但被假設可以復原 大量證據顯示這些損壞是由戰鬥造成的 頭部、軀幹和左腿被某種生物的體刺刺穿 這種刺有幾釘直表層以及類似珊瑚的健硬結構 其中卻含有人類的DNA 推測這些刺被某種無法確認物種的異常生物當作炮彈使用 橡木軀幹上的痕跡顯示它曾遭到某種巨大、柔韌且靈活的複製擠壓 SCP 2406外層的損壞 最初被認為是自然原因造成 但後來認為強酸性物質造成的腐蝕 很有可能與這個不明異常生物有關 幾個卷軸被從SCP 2406中回收 卷軸的內容與基神信徒 現代破碎這層教會的前身相關 說明巨像是為了對抗育肉教的大樹施亞安而被建造 並且可能在於育肉教的戰爭中被破壞 1992年12月12日 SCP 2406的左臂 與距離其身體32公里的地方被發現 證據顯示 左臂從SCP 2406的軀幹上切斷後 便立刻被用力拋植到這個位置 左臂上的武器被稱為SCP 2406之一 SCP 2406之一的實際用途位置 可能是由於損壞 SCP 2406之一附近產生了扭曲時空 推測使用SCP 2406之一會對當地時空造成嚴重損害 目前仍不確定SCP 2406損壞前 SCP 2406之一是否被使用過 除非獲得站點命令授權 任何人員不得啟動SCP 2406之一 SCP 668是一把33公分13英寸的主廚刀 帶有紅木手柄和全柄角構造 大概於1930年代末到1940年代初製作 當首次由外情人員獲得時 SCP 668處於嚴重生鏽的狀態 帶有血跡造成的斑石 以及殘留在刀刃微小裂縫中的其他體液 在分析中 這些不規整部分因美觀的因素被消除 這對SCP 668特殊性質的影響微乎其微 如果有的話 SCP 668首次出現的紀錄是在1960年代 一個獨居的紐約女人 被使用她的犯人強姦並殺害 雖然有38名目擊者聲稱聽到了襲擊 但在近6個小時內 沒有人試圖去援助女子 直到她死亡 SCP 668是經由這個事件獲得特性 還是在先前就擁有特性 人具有爭議 SCP 668的特性是 當一個人類或人形屍體 對另一個人類或人形屍體 具有暴力的想法時 SCP 668會傳播一種心理信號 使出了精神抵抗指數 97或以下的感知生物 無法幫助受害者 受影響實體報告 當處於SCP 668的影響時 突然產生了冷漠的感覺 被影響者的感官不受影響 並且人會感到反感和恐懼 但即使是想要間接幫助受害者 也沒有辦法 同時太史受害者無法抵禦攻擊者 使用DG人員的測試 顯示受精神影響的個體數沒有上限 在一次測試中 12名即將進行月初處決的DG人員 處於同一個房間中 旁邊還有一名研究員 被告知隨機選擇 處死一名測試對象 研究員一個接一個得殺死了所有的測試對象 儘管他們宣稱很害怕 此前的事件表明 由於SCP-668的性質而造成的死亡 可能有數百甚至數千 因為SCP-682 一個對數的生命有敵意的生物 獲取SCP-668可能造成的危險 在任何情況下 都不允許SCP-668 與SCP-682進行接觸 SCP-001是九命小孩組成的群體 年齡在4到11歲不等 他們因為001項目提案神之雙子 而取得異常性質 神之雙子起始於1922年2月13日 這時基金會的最高層是管理者Williams 歐五們是一個被稱為 Omega-5的研究團隊 神之雙子的提案由歐五之一主導 目的是創造出一個 在基金會高層掌控下的異常屍體 能遠距離摧毀 對基金會及全球安全造成威脅的 敵意異常個體 透過分析異常物體 基金會發現了一種能力 能或遠距離改變物體量子結構 進而消滅物體 而基金會認為 他們能通過使用這種未知異常物體 來改變人體性質 更好操控這個效應 為此他們開始進行人體實驗 並希望通過實驗產生的實體 來消滅被稱為 地獄王國的異常敵對組織 地獄王國是一個生活在 撒阿拉沙漠中的宗教極端組織 成員都是強大的現實扭曲者 他們希望建立屬於自己的國家 並且統治者有能力將新生兒 轉變為現實扭曲者 但是因為成員之間的進行通婚和基因缺陷 導致他們變得脆弱 因此他們開始襲擊基因會設施 搶走不少異常物體 在人體實驗中 基因會試圖將異常性質 受容在人體 雖然都能成功收容 但所有的實驗個體都會立刻癱瘓 並且出現嚴重的腦出血 基因會認為這是由於實驗個體 心理控制力惡化 無從控制這些異常性質所導致的 於是基因會將異常性質 平均分散到數個人類個體 以此解決異常性質 對人類個體性靈造成的壓力 因為站點內低級人員不足 基因會床入了墨西哥聖馬可的一座教堂 綁架了一群孩子 並且消除了聖馬可居民的記憶 23名最健康的孩子被挑選出來進行實驗 而剩餘的被全數處決 實驗成功後 基因會獲得了SCP-001 9名小孩失去了高級大腦功能 並且放射出大量的伽馬射線 在接收到指令後 SCP-001整體能夠共同引導一種 來自於我們未知地外空間的龐大能量 並且能夠運用這種能量 在量子層面上將分子分解 這使得他們可以在任何距離 將任何物體不為人知的殲滅 只要對SCP-001 詳細描述物體的特徵和所在地點 正是使用SCP-001時 很少在公共場合出現的管理者也出現了 O5-1啟動了SCP-001 消滅而低於王國 卻也趁機使用001殺害了管理者 並在混亂中帶著一群人叛逃 這是O5-1參與SCP-001計畫的真正目的 O5-1也留下一封信 信中提到他們不應該被基因會的官僚制度束縛 而是應該更大人地利用異常 才能幫助人類的進步 最後這些叛逃的人成為了混沌分裂者 SCP-01在事件後被收容 只有個小孩被分開 以前包覆後埋藏在聖馬殼底下 並用50公分厚的混凝土覆蓋 但儘管如此 這些小孩仍然存活著 但卻對這些事沒有絲毫反應 O5-4-3最後的留言裡說到 世界上最強大的武器 裝彈了也上膛了 但沒有板機 O5-1就是那個板機 也只有踏實 但願這一武器能追著它的消失 而從此沉默 以上就是SCP基金會五個最強大的武器 簡單來說 SCP-5175是一把駐著武士靈魂的刀 能將砍到的活物消滅 送到一個被稱為為為救靈魂之魚的空間 這篇文檔其實蠻有趣的 採訪內容刻意的中俄 跟SCP-3740愚蠢的神有類似的感覺 SCP-2820是一個由自稱是印度神話中的 加勒劑的AI控制的線圈炮 會鎖定有異常的人發射 並導致一連串草的事件 將目標殺死 SCP-2406是由機神信徒 建造的機械巨像 右臂的裝置能噴出火焰 左臂的裝置則能扭曲時空 SCP-2406在機神信徒與獄教的戰爭中損壞 SCP-668是一把主出道 拿著他的人對他人實施的暴力行為 受害者會無法反抗 而其他人則無法阻止 最後SCP-001孩子們是9個被改造過後成為異常的小孩 當聚集在一起 能夠依照命令無視距離消滅任何存在 不過在唯一能使用SCP-01的O5-1叛逃後 SCP-001就被分開修容埋在地底 另外最後補充一個基金會宇宙的武器 雖然沒有編號對他的描述也有限 但偶爾會在一些文檔中出現 就是不信哲之矛 也叫做不盡神之槍 在古王Cyrus的墓中被發現 他外表長而光滑 有黑色的墓柄 和時刻過的鋼矛頭 能力是殺害神 當矛被丟向一個神 神就會死 在SCP-3301基金會大遊戲中對他的描述是 專為世神設計的大型魚茶槍 順帶一提 上面提到的SCP-01在基金會大遊戲的名稱是 無限槍 描述是一位神明打造 服依九位無骨絕碎魂的槍 這支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就幫我一個喜歡 不喜歡的話就算不喜歡吧 希望我做成SCP的主題可以留言告訴我 就這樣掰掰